加益水上香 确诊者足迹到过的超商咖啡店 再度仔细行销 加益县31号公布新个案案15779 就是前一天工厂群聚一口气 救人的感染源 血液的里面抽解出来他有抗体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曾经染疫过 仔细看案1577940多岁男性 7月16号前都住在台北万华 7月18号到水上工厂上班 7月23号出现症状 7月28号第一次裁剪阴性 但抽携检查发现抗体代表曾经染疫 7月30号再裁剪呈阳性 研判他就是感染源 但到底何时染疫的 23号往前至少是18号以前 他是有感染的 10天以前的一个推论 他也是在北部的 所以我们比较合理知道说 他大概就是在北部的时候就有被感染 因为7月17号 他曾回台中老家 相关足迹也做了消毒 嘉义县展开扩大筛检 一个早上筛了671人都是阴性 但嘉义县新规定 8月6号前全面禁止内用 嘉义室也跟进 餐饮业者贴出公告 本来准备好的隔板跟分开的美花座位 才恢复内用没两天 现在又暂时用不上 餐饮业者面露无奈 但也只能全力配合 大家都有失望 没有办法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资产 那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布袋的海产店 本来因为解封大进货 没想到突然爆发群聚感染 还一口气9个 现在又加强防疫规范 餐饮业者只能摸摸鼻子 再忍耐这最后一波 三顺廖国庄古不仙 嘉义报导 你想想看 想看 大家可以继续航